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正式开幕前先举行预备会议确定9项议程 4号已经有2951名人大代表参与 赵冠丽也找来台籍人大代表 中国是现代化应该也是台湾同胞追求多年 所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就是两岸同胞同享幸福的国家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义夫的妻子陈云英 毫不意外今年再度出席 宣扬祖国好棒棒沦为中共传声筒 不只要台湾认同一国两制 陈云英更喊话年轻人都来当人大代表 就是说希望有一天现在更年轻的可以看见这样的愿景 有一天和平统一以后他们也来当当代表 外界关注两会涉台内容 尽管人大行前记者会没有提及台湾问题 但前一天政协记者会也很清楚 对台琢磨不多 险见政策没有大变化 只是每年两会都要上演台湾人 劝台湾人的投降戏码 恐怕只是大内宣安慰自家人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导